好好准备一下 你不啥的整干净点 这是你儿子啊 头发燃燃 这是我儿子 给我们拍一下 这儿子告诉妈妈的 好好准备一下 衣服啥的整干净的 头发燃一燃 我头发白了 见面前 红娘想起了李游席 李大哥的一番话 就是主要是这一部演员 我看着那个形的 人是衣服 马是安 考虑到李大哥 是个在乎第一印象的人 红娘决定陪李大姐 买买衣服 打扮打扮 好 大姐我介绍一下 李大哥 李大姐 你好你好 先进院聊 先进院 进院挺好 进院挺好 来到大哥家 开朗的李大姐 还不忘和院子里 卖单的邻居们 大声招呼 来吧进来吧 大来没事的 谁你跟那些招呼 不是就是邻居是吗 他们邻居咱个人 好好 来瞅瞅 这也是为他的幸福 还行 还行吧 就直升说 还行吧 不是看说 说一点也圆 没有 不是那个 人挺好的 人都没啥说的 小喝的啥说都没有 个头啥的也行 那个几个孩子 两个 两个 姑娘儿子 一个姑娘 一个儿子 儿子在哪儿子 儿子在济南 姑娘呢 姑娘在北京 哦 当时你好远了 对呀 我现在不是 爱人是去世的 爱人是去世的 去世的 我能干啥吗 找老爸 自己吧 就是 找这么个人吧 我一找这个人 长得是 不像 农村他们找的那种条件 说我找人 我找你 我去你干活 你种地 这个阿 这个阿 地挺多 那你这儿有地 谁能不帮你种 我人家 我不去干活 他说地的话 就是 到这儿我也不能 丑我去干活 啥的 哎 老师也行 也挺更值得 比我还值 是 他可是 比我还值 刚一见面 俩人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大姐的话 更是打动了 李大哥的心 但是啊 紧接着 这气氛咋就不对劲了 那就是 再找对一半 那个 整来的两个人的生活怎么办 人生又不有地啊 不高又有地啊 就那点地儿 也没有多少钱呢 那一万 那一万多块钱是吧 两万多 一万多那行吗 我三万一万多块钱呢 现在九毛四的话 这不知道九毛八毛钱 多少钱 今天包面好像没有那么高吧 这气氛多了 这不是 我们这九毛四都没卖 等一块钱你 对不对 说说话有点不调底 你看你这来 对不对 还你收拾 还你这能收拾多 谁能收拾多少钱呢 他年头好了 他卖一块钱 我就多说 我胜涨万的 他年头不好 他瞎的话 那谁没饶 你不瞎了 我让你也饿不饶 你也饿不饶啊 不愿意 就是差在他地态什么 两人生活将来真的有个天才兵叶啥的 不可能管一何一方人要求 那地不准分 你觉得可以 那咱们也得三要到四少 我对方感觉有这事 你到这来咱也饿不着 不想考虑 其实还是找一个 哪管地多一点 还是尽量找一个退休的 那有个长时间的 就是最后有时候说 房杀咱不要 咱找一个 就是量长住到百年 他其实这样的呀 退休的一般退休老宝的 他也都要求对方有公司 对 我也知道 他怕我的地少 那个钱太少 养不了他 他说话他这么低的 怕生活有问题 怕生活有问题 那我告诉你就这样 说白了这样看 我就这都是块 对不对 要钱我们也没有钱 就说白了的话 对不对 这起码都是要收 我也看啊 我也看好多 说最后你给我 最后如果说 那你给我五千元 我说一千我也不敢 我说你要的钱要的 从你要的钱 你太小气了 你多小气啊 对不对 你多小气啊 对不对 李大姐刚一见面就问经济收入的问题 这让李大哥有些反感 而且大姐也担心 大哥的收入不够以后过日子的 眼看这俩人又僵在这了 红娘赶紧为大哥大姐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 我作为红娘作为美人 我说两句真心话 我先说大哥大姐 大哥他是这样 那个老伴16年 病了16年 到后来九年 人周人放 就吃饭呢 上厕所全都不行了 大哥精心照顾 而且以前也一直都特别能干 你看他家里过这样 一个病人 有个病人16年 没拉一份急 然后家里过力量 是不是人挺要强 挺力量 人挺要强 然后人家对未来老伴也说了 我肯定会对他好 这是一个负责任能干的男人 我大姐 大哥 我大姐什么情况 年轻的时候 儿子12岁 不到12岁吧 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丈夫去世了 他干过啥你知道吗 扛过水泥逃过厕所 一个单亲妈妈 就带着这俩孩子 你现在一提这事 大姐这个眼泪就想下来 所以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女人 一个好妈妈 一个合格的女人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了 她没家了 她先找个家 然后是你也是白头到老的家 你记得 那到八岁你哥儿有家 我们还要我去 看别人家 那还要我去 哪个还要我去 这个要我去 不行 待几天我就回来 那跟着那种家 到多少个家 我们家姑娘那家都说的 妈那一层楼给你 你上那 那你自己在那住 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 都行 我觉得那不去了 还算那个好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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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 李大哥也开始张罗饭菜 准备刘大姐和红娘一行人吃顿饭 一晚半就行了 他们吃不多少 行 我去门 你看看 你一来就有家的感觉 我一看 回家有个火头 有个鸭 你看 回家有个鸭 对不对 你看 你说那种话 我就是给挡着我的 对不对 我家伙我干 回来晚了 对啊 你回家里看有个鸭 丑了 有个鸭 不好饭的等着是什么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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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说越对 你又是个鸭 你在我 我真都是鸭 我觉得 我的鸭就这样 要我们家这些年就不得 要一般做不到那点 他有病吗 把酒都寄了 寄了好几年 到现在我都不喝酒 都不行了 都是啊 就为了他有病吗 天生要我怎么来喝一酒酒 有啥事你说 过去年多小剂啊 喝一期喝我就行 哎呀 我的妈呀 那你还欺负你 你看 以后你看那炖啥样 你看 在准备散菜的间隙 李大姐来到大哥家的后屋 规划起未来的菜园子 豆角 茄子 栽点小葱 种点菠菜 白菜 啥的 种点碗豆角 碗豆角 种点把和婆婆丁 种啥的啥的 啥的点 它这里好像我看到是 是蔥菜还是草 它这是草 它这是蔥菜 它这是蔥菜 能吃吗 能啊 它应该是 这也能吃啊 啊 我去瞧瞧就挖出来 这就是现在改里卖的 你们家小人算的那种 这边大姐挖起了大脑瓜 那边李大哥张罗着 要给红娘一行人带礼物回去 希望你们小白瓦 这是我自己酿的 就是这蜜蜜 我因为你们四个 给那个样子 就给我带一瓶 好 那行 你让你带一瓶吧 李大哥说的是 他亲手用山上的野葡萄 酿的葡萄酒 为了让红娘携带方便 李大哥还准备了分装瓶 大姐嘴上说的是酒 心里酝酿的却是两个人的未来啊 李大哥呢 虽然没接上话茶 但心里也一定是甜的 来 来来来来 快 来吧来吧来 快磕一下 有没有一件呢 洗一茶也洗了 好 我说过了什么 我没看见什么 什么呀 哎呀 谁也不舔 舔 在两个人的张罗下 一桌饭菜 很快就摆在了小院里 我想 这画面 特别像《消费爱情》里面的某个画面 为我的事吧 就是到我家来 从基地重远 长适重远 来到我家 来到武器 来到口前 对不对 也感谢你了 特别感谢你了 我以茶代酒 完了 谢谢原来不玩的节目 为我找到后半生 为我又找到一个洗礼体 是谁 敲开了我的门窗 是谁 闯进 如果有一点 那么你好 这是不安